蜂巢蛋糕是我的最爱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首先将150克白砂糖倒入 再倒入80克水 先用大火烧开 用小火慢慢煮至金黄色 关火 250克水烧开 先倒入少许 小心烫伤自己 倒入5克小苏打 放一点备用 融化的牛油 将炼乳和蜂蜜 倒入鸡蛋中 用打蛋器搅拌 一到两分钟 再慢慢倒入鸡蛋 最后再搅拌一分钟 2.5克酵母 用少许温水 低筋面粉过筛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倒入放凉的焦糖水 有点温度也可以 搅拌均匀 发酵一小时 再次过筛 会让蛋糕更加细腻松软 将气泡炖出 放入烤箱 160度烤25分钟 取出用筷子测试一下 如果筷子干净 没有沾上面粉 就表示已经熟了 放凉之后再切 为了好看 可以先将边缘切掉 然后切自己喜欢的形状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为我订阅和点赞 请不吝点赞